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都定好了来年要结婚 可是就是因为钱这个相当现实的问题而宣布结束 当然问题不是出在张慧这个女人的身上 因为她和这个男生在谈到来年要结婚的这个问题上有时候 小慧的男朋友却以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作为借口 并且还说张慧的家里也不差钱 所以就说了一句 老婆反正你们家里家庭条件这么好 这结婚的礼金就免了吧 你们家再赔加个二十万就行了 这话引起了两个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矛盾 然后就是彻底的决裂分手 其实这两个人的认识也算是缘分 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最初的时候张慧对这个男孩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但是随着经常接触他男友对他又非常的关心 又加上那个男孩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还很会照顾人 所以他向张慧表白的时候女孩也就很开心的答应了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生活很愉快 男孩更是对他照顾的非常到位 所以也使得张慧很依恋男朋友 但是因为他男友除了长得帅气一些 工作条件并不是很出众 相反张慧的家庭条件远比男孩嫁要好太多 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 但一年几十万的收入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女孩父母对此还是有一些不太满意 而张慧对于这件事情却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虽然男朋友赚的钱不多 但却愿意为了他花每一分钱 所以张慧就一直坚信一个 愿意为自己花钱的男人 都是值得他去爱去付出的那个人 即使男人挣的钱不多 他也没有考虑父母的感受和想法 一定要跟这个男孩在一起生活 而算起来相比之下 他在这个男人身上花的钱却要更多一些 后来他们在一起两年之后 女孩就想着结婚 男朋友直接了当地答应了他 并且在张慧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求婚 这一举动也完全赢得了女孩的放心 他也就丝毫没有犹豫的答应了 成功求婚之后 两个人并没有着急的操办婚礼 而是打算来年再办 因为有太多的琐碎之事要打算要准备 比如彩礼 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 男人口中突然冒出的一句话 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 引发了两人大爆炸一样的矛盾 在这件事情之后张慧非常的生气 虽然自己并不缺钱 但是礼金却是有必要的 这是作为男人对待婚姻的恋爱态度 并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可自己的男朋友呢 不但不想着给彩礼 还要让他赔价二十万 最后没有贪拢 就以撂下分手这两个字 连夜回了自己的家 俗话说的好 口袋里可以没钱 但志气却不能丢呀 可现在的人不知怎么的 没有钱还这么没有志气 这里啊 咱们所有人都要共勉 当然作为一个男人的你 却要更加的重视 不要总想着什么都不做 却可以一夜暴富 或者直接找一个有钱的 我承认这样想法是非常好 但是可以称之为幻想 却不为过 任何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没有坚实的基础 再高的楼也会塌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或者意见吗 欢迎留言评论